也許你在我的歌聲裡 針放著 記憶美光 也許你在我的歌聲裡 真歡喜 與我同場 未來的你 多麼漫長 願意已經翻向 一場夢 往往只屬於一個人 一個人 卻成不了一場夢 歡迎收看 夢想新世界 今天我們要繼續為各位介紹 夢想者聯盟 又是三位主題人物耶 真的耶 每次都是三三三耶 那到底為什麼是三個 這三個又有什麼特別的 一定是不一樣才會分開啊 所以也一定是一樣才會在一起囉 當然 好的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三位主題人物的 VCR 看完VCR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一位 我覺得一個讓我很敬佩的 其中一個夢想者聯盟裡面的朋友 我來看你敬佩人是誰 他是異群 飛輪少年異群 哦 飛輪少年 你知道嗎 要成為飛輪少年真的不容易 他要先把他的兩隻腳結掉 對 結掉啊 而且有些人是不能走 但他有腳可以看到 跟結掉那種別人看到那種眼光 有些人會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這種對自己來說又是另外一大挑戰耶 最重要的是一個人在身上的任何一個器官 你想要放棄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異群卻為了一個很單純的夢想 也就是希望能夠躺在草地上曬太陽 但是他出不了門因為經常因為他的罕見疾病 會就是他的那個骨濕癢症 對 然後就是會常常有那個關節發炎啊 骨折啊 骨折啊 這種問題 而出不了門 所以最後他就決定 不要再被困在家裡 他想要到草地上去看太陽 所以就截肢 真的是了不起的決定耶 因為對我自己來說我是不太敢 不是只有不太敢 是如果我們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應該會很痛苦 對啊 可是我們沒有看過他沮喪 看到的都只是他的疲倦 對 和陽光的笑容 還有溫暖的歌聲 是 哎呀 真的是 我們來聽聽看他怎麼樣把 用利用歌聲把溫暖跟陽光傳遞給大家 是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魏義群的 VCR 你陪伴我 穿越過高山河大海 我的心有你才會澎湃 我願意放棄所有堅持的驕傲 相信你會相信我 我會自己扮 抓到 啊 早說嘛 真的是不好意思 哈哈哈 你不用客氣 因為我要扮不是你啦 蛤 不是我喔 不是你 我要演一個讓我很感動的小江蕙 高淑貞 高淑貞 你都唱歌很好聽的那位 對啊 其實我告訴你 每一位夢想者聯盟的成人 我都很想要緊緊擁抱他 是 包括你 這樣有了這樣也跟你演到 好啦 這樣會彈到 對啊 因為這個 大家的夢想都非常非常的難以達成 真的很艱難 很艱苦的 對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一位 小江蕙 高淑貞 他就是為了唱歌 他雖然有一隻腳獨立站著的 時間不能超過兩秒以上 走路很艱難 可是不管哪裡有歌唱比賽 他都去 人家是為愛走天涯 還是為夢想走天涯 沒有錯 而且他的聲音真的 跟江蕙的相似度 非常像喔 對 而且加入了夢想者聯盟的行列以後 他的歌藝又不斷的進步 最近甚至有人要找他 出唱片 真的假的啊 真的羨慕吧 超爽耶 所以你不是羨慕 有人要擁抱他 還羨慕他要出唱片對不對 當然啦 好的 所以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 高淑貞的 V.C.R 少量的音樂 不是羨慕 有四川再演 過大洞 也沒有 不斷很難 一 anc Cocina 有四川 有四川 接下來要介紹我們夢想哲聯盟裡面的重量級人物 重量級?你是說最重的那一個,很重的,體重很重的 是說等級啦,不是說體重 哦,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說第一個在夢想哲聯盟當中的成員發行唱片的那一位 沒錯,他就是我們婚姻的孩子洪新智 洪新智呢,接受到了非常好的支持 那雖然他在整個罹患了罕見疾病被稀釋症 那他的免疫力會攻擊自己,所以攻擊到眼睛就看不見了 再加上爸爸媽媽一個是罹患癌症,一個是中風 媽媽是罹患癌症,爸爸是中風 所以可以說一家人都有了很嚴重的疾病 可是卻能夠在最困難、最艱辛、最低潮的時候 完成他個人想要發片的夢想 所以今天最後我們就來透過洪新智的VCR 希望能夠帶給大家一些夢想的衝擊 希望大家不管在多艱難的、多麼困境的情況下 也都能夠衝破重重難關 是的,都不要被打倒 對,實現自己的夢想 我們夢想新世界,下次見囉 拜 那麼 stay 什麼 copasing 再見 適合 瞭